在英國蘇格蘭西岸 這片144公頃的荒廢農地 生門雜草 不過當地一間環保初創企業 計劃將這裡化身為森林 那間公司期望樹林將會吸收二氧化碳 減少溫室氣體 而為推動建造森林 他們也請來一班豪邦手協助 就是豬 這種身上有鑽毛的豬 叫做曼加尼拆豬 不要看牠們只是懂得吃 公司說牠們能夠吃了地下的雜草 和為土壤提供天然肥料 令樹木有足夠的空間和營養生長 而植樹的好處不單止限於能夠應對氣候變化 那間公司去年3月成立 正與有意減少碳排放的個人和企業合作 至今已獲得超過1,000公頃土地用來植樹 目標在2025年前 在英國種植5,000萬棵樹 敲曆 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